跟问奖有关 这今年6月开始 搭进程车不能够再讲价了 因为以往的折价空间 这成本都是由问奖自行吸收 但现在交通部的最新规定是 这个私底下给折扣的状况 必须要严格禁止 所以累积下来 目前如果偷偷私底下 有给折扣的5个车队 都已经因此被罚 罚金最高累积到15万元 车队是永远的赢家 对这个就是官商勾结 交通部最新政策 计程车奖价空间 不能转嫁给司机吸收 让运降松了一口气 因为新规定6月开始实施 载客量没有变化多少 导致保住了他们的血汗钱 如果说这个打折扣 是完全由车队他吸收 或是说他的 譬如说他的业组会 或是他的派检会 是说双外面共同吸收的话 那还都OK啊 问题是说 所有的负担都是司机啊 消费者提着大包小包 进继承车 不再打折 不过小黄排班 还是一辆接着一辆 排到十公尺远 一点也不夸张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 生存下去的一个空间 如果想搭继承车的人 他不会因为 这个打折不打折 其实从6月到现在 还是有业者 偷偷开放打折空间 不过政府抓得很紧 包括大都会 优良 富安 还有巨翼和盛青五家车队 累积起来 罚款金额已经到了15万 有的业者已经被开罚两次 如果罚到第三次 除了一次罚9万之外 还会被停止叫车服务 个人司机没有公司作为后盾 面对新政策更是笑呵呵 因为销价竞争不在 载客量也一下多了两成 只能说公平竞争 业者和司机的态度 真的是大不同 中间新闻 陈庆顺 许富台北双方导